520国民党主席选举还有四个月 今天党中央首度召开了参选座谈 邀请了五位参选员或代表一起讨论选举办法 而最让参选员在意的3%联署门槛 党中央表示 虽然520前来不及召开全代会 删除联署门槛 不过有意要技术性的降低 同时也确定了2月13号联署表格出炉 这联署期从以往的十多天 连长到两个月 直到4月17还有18号结束 国民党回争夺白热化 力求扭转情势的北农总经理韩国瑜 接受彭博社专访 亦有所指当前国民党各个抢功夺利 路越走越窄 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在于领导人 没有一个心把这个路越走越宽 反而是越走越窄 有别于其他四位参选人熟悉党内职务 韩国瑜只能自立就计 下午党中央将讨论党主席选举办法 引发关注的包含 联署门槛达到3% 你停验 第一阶段缴交200万选务作业费 为达门槛费用不退还 第二阶段预缴一千万 若为党选择退还 游戏规则不离钱 国民党的开大门 走大路没钱无法办事 招批最后人沦为权贵斗争 所以一个年轻人是国民党党员 想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一个月存3万块钱 不吃不喝 一年存36万 他要存30年才能出来选党主席 国民党已经在野党了 还是落魄贵族的想法吗 把门关得紧紧的 必须经过所谓的全国代表大会 就是讨论修订 所以这一届基本上 所谓的降低这个所谓的联署的门槛 我想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通过 争议的3%联署门槛 红秀柱虽然表态是技术性问题 各参选人只要认可都可再谈 下午选举会议 韩国瑜将盛装亲自出席 吴敦玉阵营派出中常委 江硕评及姚江陵与慧 詹琦贤则请林政委和徐文荣 但碍于党规选举办法有没转机 很快见分校 欢迎新闻江显东 蔡继琳台北报道